Jason 預備了兩三隻 這個下半年組合必備股給我們 不如現在就開股了 所謂這些必備股 就不可以說一定贏 必定會升 因為始終都好說整個大肆的走向 但我自己會遵從我剛剛說的幾個原則來選擇 譬如在股值上不要太貴 二來可能政策風險的程度比較低 第三可能受惠有機會經濟復甦 或者可能疫苗是慢慢消散的一些概念 其中一隻是旅遊相關股 我會選一隻是780的 同情藝郎 雖然它也屬於一些科網股 但它起碼又不在美國上市 二來就說它那個營運的模式 又不是去到最壟斷的那隻 所以它相對受了政策的影響 會是比較低的 而且我會看我回來現在暑假 內地的旅遊都是旺季 去到下半年譬如是十一黃金周 亦都是另一個旺季 再加上它的中期業績 有機會做得不差 因為上半年也看回 譬如清明的假期也做得好 五一黃金周那段也很厲害 所以這隻股份看到它這段時間跌了下來 可以找位去吸納一點 另外一隻剛剛也提到的 就是一些物管股 就是融創服務 這是第二隻 第三隻我會看之前都推介過的 就是836 滑養電力 就是炒一些新能源概念 這隻股份 它盛在股值夠便宜 即是比起其他風電股 或者太陽能股份 它的PE和P-book 都還有一個折扣 所以這隻股份 都可以叫做博 繼續有一個追落後 給多一隻 譬如禁風利業1772 這隻是製造一些鋁電池裏的材料 即是碳酸鯉和氫氧化鯉 這兩種產品 我相信下半年的 demand 都會很高 但是這隻股份 你預算了 它是比較長 而且股值也不算特別便宜 所以你說對於一些 願意承受風險的朋友 才好想這隻 好,那四隻股份 同情藝郎 融創服務 華潤電力 和禁風利業 那是否四隻現水瓶都可以買 還是要等一等 價位上 因為通常我講這些半年的部署 價位就 一兩格就沒有所謂 就沒有所謂 你問我這些價位是否值得入 我告訴你未必有機會跌回3-4% 這些你自己要衡量 即位就自己去看 但是我所謂半年部署 我看的那個潛在升幅 起碼都講的一成以上 雖然你說純粹欠一兩%的價位 我自己就不太在意 始終短線市的波幅 就比較難足些 Cぇ-2% paid CE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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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